取抹三酸甘油脂6.38克與50毫升未知濃度的氣氧化鈉水溶液反應 生成的脂肪酸鈉鹽與甘油 完全反應後將脂肪酸鈉分離所得的濾液 需用25毫升濃度00m的鹽酸水溶液恰可完全中和 试问此未知濃度的氣氧化鈉水溶液得體積末濃度為何 题目提示一磨的三酸甘油脂可與三磨的氣氧化鈉反應 从题目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 一磨的三酸甘油脂可跟三磨的氣氧化鈉反應 生成脂肪酸鈉鹽與甘油 这就是俗生的肥皂 所以三酸甘油脂可视为三脂子酸 它的劣勢计算如下 左半边放的是氫离子的末素 三酸甘油脂重量6.38 除上分子量638 这是它的末素 再放出三颗氫离子 接下来是鹽酸的部分 浓度0.2 体积25毫升 换成公升 乘上一颗氫离子 最后就是先放浓度 假设未知 体积50毫升 氫氧离子有一颗 从这里可以计算出 它的浓度0.7大M 所以本体的答案就是猪选项 不过一颗粘子的一个小组 就像一颗氨离子的一颗氫离子 红油脂重量639